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2月25号星期一 昨天星期天晚上 中美双方之间的加持谈判结束 这个谈判是中共副总理刘鹤所率领的中方代表团 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跟美国的莱特希泽等美方代表团 所进行的贸易谈判的新的一轮 这是90天贸易谈判的一部分 有的说是第七轮谈判 有的描述是第八轮谈判 如果把副部级谈判算上的话 刘鹤原先过来的谈判是准备在21号22号两天 星期四星期五 结果谈完之后 他自己提出需要加持谈判 因此加持谈判两天 星期六星期天两天 昨天结束 结束之后双方都发表了一些乐观的信息 也发表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发了一个推文 他说双方的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因此他宣布3月1号的期限顺延 就原定3月1号到期之后 要提高对中国商品所真实的关税 那么他这个要延后 这是一个正式的表态 然后又说假如有进一步的进展的话 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海湖山庄再次见面 地点就说明了 就是美国弗洛里达州海湖山庄川普的四人别墅 两年前他们在那里见面 但是他时间没说定 那么时间按照过去的说法是3月下旬 还有一个传说是如果是延期60天 这次他没说延期多久 延期增加关税 如果延期60天的话 那也可以到4月下去 所以时间上没说 但地点上说了 但是有个前提说 假如取得进一步进展的话 然后最后说 说这个周末对美国和中国双方来说 都是一个愉快的周末 川普做了这个乐观的表示 然后也正式的宣布了延期 那中共方面在通过中共方面的各种媒体和网站的宣传看来 中共方面对几件事感到很庆幸 一个庆幸就是川普宣布3月1号顺延 这个符合中共拖延战的这个战术 再次顺延 90天是一个拖延 90天之后又是一个拖延 中共一届召开两会要通过一些法规为名 外商投资法顺延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中共庆幸的是川普在华为中心 孟晚舟这些事情上都有松口 那么是说 华为中心 美国未必要封锁这些中共的高科技 进入国际市场 那么对孟晚舟 川普在22号据说也有个表态 说是会跟司法部商量 关于这个案子 所以中共对这两件事情感到非常的庆幸 好像是在宣告一个胜利 那么关于孟晚舟这个案子 川普是否能够干预 干预之后是否构成政治干预 我专门请教了在美国的职业律师 董这方面的律师 专门请教了几位律师 综合他们的意见来看 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关于孟晚舟这个事情 提出这个罪证或者要求引渡的是美国司法部 向加拿大的司法部提出来的 加拿大的司法部根据双方的引渡协议扣押了孟晚舟 那么这个司法部归美国总统管 根据律师的解释说 如果这个案子还没有进入法院 没有正式进入美国的法院的话 这个总统通过司法部 他可以取消这个案子 一个是他可以撤销引渡 另外或者引渡之后 他可以撤销控罪 用这个司法部的一个控罪 这两件事 也就是说美国总统他有权限这么做 在他权限内没到达法院之前 他可以这么做 据说这样的权限不算政治干预司法 但是一旦这个案子进入了美国的法院 那这个总统也好 司法不好就不能干 就不能干预了 就像在加拿大一样 加拿大他开庭当时这个听证会 开庭审理是否保释的问题 那加拿大的政府和司法部都不能干预 就是要在这个法庭里去 然后双方公访 是否保释 交保多少 最后一天价 一千万家元取得这个保释 那是法庭的这个程序 政府不能干预 孟晚舟也不能因此获释 那么这个美国如果是没有进入美国的法院之前 他是这个司法部和美国总统 他可以做一些自己的这个调整 因为这个案件是由司法部提出来的 但是进入法院之后 同样进入美国法院就跟进入加拿大法院一样 那这个总统也好 不管他权力有多大 他干预不了 司法部也干预不了 进入法院之后 那就是检察官 法院大陪审团 又公民组成的大陪审团 这些事情双方控辩律师 去进行这个较量 所以也就说在现阶段 依这个法律程序 川普还可以干预 但这个干预根据律师的说法 不算政治干预司法 所以这个就留在这个法律上去解释这些定义了 我只是做一个客观的陈述 那么回头来说 这个川普的这个表态 川普说3月1号延期 还有又说到这个其他对松口的一些事情 当然令很多希望 这个给中共更大压制 或者说能够这个闭气公益一役 能够这个对中共构成重大重挫的人们来说 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信息 但对美方的谈判来说 这个谈判团有一些乐观的信息 但是乐观里面又分乐观和谨慎乐观 比如说这个财政部长 这个母亲 她这个表态就是比较乐观的 认为双方可以达成协议 这个谈判代表 首席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大律师 和商务部长罗斯 对此又是谨慎的乐观 认为现在还不是庆祝胜利的时候 认为双方还有重大的障碍 双方达成协议还有重大的障碍 有待排除 说川普在发推文中 有所保留的说 假设取得进一步进展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取得进一步进展 他跟习近平的会谈有可能会告吹 所以美方有乐观 但是谨慎的乐观 中方很高兴 但是也不能高兴的太早 因为实际上看整个宏观形势 除了华为中兴和孟晚舟这些具体的案子以外 要看整个形势是什么 整个形势两点 宏观形势来说 第一个宏观形势就是 双方在去年7月4日开打贸易战以来 双方的攻防情况是怎么样 开始美国提出对中国30亿商品征收25%的关税 中共那边同样的报复 拿美国的30亿商品开刀 也是25%的关税 第二波 当时川普就警告中方 不得报复 不得缓击 因为本来就是说是不公平的贸易 美国要追求一个公平 对征收的关税是一个惩罚 对中共的惩罚 警告中共不得报复 但中共当时报复了 第二波开打 美国又提出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征收25%的关税 中共仍然报复 也提出了对美国另外价值500亿 美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 这是第二波 第三波 美国加码 对价值2000亿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 这时候中共也报复 他就提出了对600亿美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 三波 三波贸易战打 但是再打下去 但是美国说再继续下去的话 就会对另外 首先是1月1日 要对2000亿美国商品 过了几月之后 10%的关税会增到25% 会对另外价值2647亿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 这个时候中共撑不下去了 因为中共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全年总共才1300多亿 他已经拿出了1130亿来打贸易战 那么剩下无多了 因此撑下去 他没有多少商品可以来反攻美国 就在这个时候 说习近平紧急求饶了 紧急的说好话 下软弹了 这样一再表态之后 就导致了12月1日 在阿根廷习近平跟川普的会见 然后习近平一开口就讲了三四十分钟来表态 愿意让步 愿意妥协 愿意达成协议 愿意谈判 这样川普给了90天的延期 说是这样来的 也就是说 这个贸易战到现在为止 是以美方压倒了中方 而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另外一点 根据纽约时报和其他主流媒体的报道 就在12月1日 习近平和川普达成90天贸易谈判的同时 中方事实上停止了他对美国的三拨贸易措施 就美国的加税征税继续存在 对30亿中国商品 500亿中国商品 2000亿的中国商品 分别加征了25% 25% 10%的关税依然存在 并没有停止下来 但中方实质性的取消了他的报复 对30亿 500亿 600亿美国商品 分别增加了25% 25% 10%的关税取消了 这是根据约时报和主流媒体的报道 他取消了 不仅取消了 反过来 大规模的进口 购买美国的商品 以表示自己的诚意 大规模的进购 大豆 猪肉 原油 等等 并且大幅度的降低了 汽车方面的关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实际上在贸易战 到现在为止 美国是赢家 中方 中共是输家 美国本身要 中共这个让步 不得报复 那中共最终 停止了他的报复 而且取消了他的加税 而且大量的进购 这是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 还要看到 现在中美双方 所达成的六个备忘录 川普说不能是备忘录 而要是正式协议 但备忘录是第一步 接下来备忘录 会改成正式的协议和合同 达成的这六个东西 全都是美国的要求 而中方去满足美国的要求 比如说 为了这六个问题 分别是保护美国的自私产权 中方取消市场准入限制 还有汇率 汇率也就是 中方操纵人民币汇率 还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农业和其他领域的问题 总共六个大项 全是美国提出的要求 而中方却满足要求 这些问题是中方制造的 美国要求解决这些问题 中方长期制造的 违法违规 在各个领域的违法违规 占美国的便宜 到期产权 限制市场准入等等 那么在这期谈判中 如果说谈判协议接近达成 也就是中方在全面的回应 或者认可 美国的要求 承认自己的过去的违法违规行为 而且至少表示了愿意改正 这才是为什么谈判在进行达成这个终点原因 从这些宏观图像来看 中共并不是赢家 尽管他可以在华为中心 孟晚舟实际上去庆幸 反过来看 对美国来说 美国来说这个华为中心孟晚舟 我说让这些支持民主 支持自由 支持这个中国民主化 支持这个反对中共 这些正义力来说是大失所望 但是大家要看到 这些问题在谈判中所提出来的 美国压制中共 中共不就范 这个这个 也说是要以牙还牙 说是要这个针锋相对 要这个奉陪到底 但是就在这期间 华为问题爆发了 中新闻体现爆发 然后是华为问题发生了 然后是孟晚舟被逮捕了 而且时间点上都有一些巧合 当习近平跟川普坐在一起的时候 孟晚舟被捕了 或者说当这个新一轮谈判要开始的时候 美国发出引渡了 引渡要求了 然后这些华为也在全世界 就在这90天之内 全世界受到围堵了 所以恐怕这也不是空穴来缝 恐怕也是川普和美国政府 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所设置的一些局 所以宏观上 中方要去满足美方的要求 那么在微观上 在具体案例上 美国做一些妥协 比如说华为中兴或者是孟晚舟事件上 那么有可能说你过去40年一直中共在制造问题 最后美国要逼使你解决这些问题 但中共不肯就范 美国就提出一些违法违规的问题 具体的案例拿来压中共 结果处处打中了中共的软肋 打中了气寸 打中了要害 结果中共由于中兴 华为和孟晚舟问题乱成一团 不得不对美国大幅度的让步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觉得民主派自由派还不要失望的太早 就好像中共方面不要高兴的太早一样 失望的不要失望的太早 高兴的不要高兴的太早 因为可以说整个大局还未见分晓都在进行之中 而整个大体的局势是有利于美方方面的发展 整个宏观形势 尽管对民主派自由派的要求来说还相距甚远 在这个事情中 当美国对华为松口之后 美国总统对华为松口之后 华为有个轮值董事长叫郭平 他最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出席一个世界移动通讯大会 他就兴高采烈的说了一句话 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判断是清晰而正确 甚至说华为永远不会听命于任何国家 而用自己的设备 来做收集情报 这后面一句话完全是假话 他说不会任何国家 当然你不会问别的国家 但是中国政府呢 他没有提国家的名字 他不会为任何国家 意识上包含了中国中国政府 但事实上 首先华为在国内所做的事情 就是听命于中共和中国政府 中共当局 金邓工程 天网工程 天眼工程监控中国人民 监控13亿中国人民 是华为配合中共所做的事情 其中他给中共的公安部 所量身 定做的一个VCM工程 视频监控系统 就是华为做的 而且他只有这么一个客户 就是中国公安部 他的这个视频监控系统 他在国内就这么做了 说他这个是个谎言 第二句 第二个 他在把这个在云南省 丽江市所创造的样板监控工程 移植到了非洲国家 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比 这说明他在往外移了 说这又是一个谎言 说他没有听命于国家 他这个监控系统 移到内罗比 就在帮助肯尼亚政府 收集情报 听命于 既听命于肯尼亚政府 也听命于中共当局 收集情报 收集肯尼亚人民的情报 那么第三点 他这个 没有提到中国的情报法 中国在两会 在2017年通过了 所谓的国家情报法 情报法明确规定 中国的任何的公司 单位个人 都必须 遵守国家的要求 如果这个国家 也就是政府 提出要在情报方面 做配合的时候 他必须无条件的服从 而华为公司 就是中国的公司 号称民运公司 实际上是中共的党友公司 他的创始人总裁任正非 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 而且以前是军情头目 出自于解放军系统 这不可能不听命于党和政府 这不仅如此 而且在实际上 他的整个华为公司的作为 恰恰就是党和政府的一个体现 所以情报法就规定了这一点 实际上最近一个新的案例 也证明了这一点 就是中共推出了一个所谓的 学习强国 这么一个应用软件 在全国超过了微信和抖音的下载量 强行推 强推 通过政府的强推 结果这个软件的开发数 就是马云的阿里巴巴开发的 他们没有否认 也就是说 马云前不久爆出他是党员 而且阿里巴巴本身就有多届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的家属子女 是其中的股东和持股人 可以说是党国不分 公司不分 红色权贵就是马云阿里巴巴公司的背后的靠山 关山勾结 权钱交易 虽然最早他起家是民营企业 他还不像华为 华为一起家就是一个中共的秘密军工企业 就是以窃取为己任的 以监控为己任 但是马云开始起家的确是民营公司民营企业 但是最后就被权贵卷入了 那马云本来是党员 那么也能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了 所以说是一年后卸任董事会主席是党的安排 那么这个说是要把支付宝交出去 那么党和政府要求他也会交出去 所以最近他就赤裸裸的帮助党开发了学习全国软件 给全国人民洗脑给党民官员洗脑的这个所谓学习强国软件 这个软件主要是宣传习近平的 所以要学习 那么这就是阿里巴巴开发了 所以通过阿里巴巴这个事情 反正华为轮值副董事长说的话 完全不成立 完全是谎言 所以这种谎言就好像是妓女在谈争结 骗子在谈诚信 杀人犯在谈仁慈一样 完全是自说自话 公然欺骗整个世界 不只是欺骗中国人民 而且欺骗整个世界 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自己不承认 还是永远都不会为任何政府收集情报 不仅华为要收集 中兴要收集 进华要收集 连阿里巴巴都要承担这个作用 所以这是招然若结的一个事实 那回头再来看这次所达成的这一切 除了宏观上的分析以外 那美国方面究竟有什么得呢 其实川普跟习近平各有所得 因为川普他瞄准的是贸易战或者贸易反击战 习近平瞄准的是宣传战 在中国国内的宣传战 为什么说各有这么一个要点 因为川普的贸易战和贸易反击战会给他赢来连任 只要经济强劲 然后股市平稳 然后达成中方让步 而美国历史性压倒的这么一个重大的协议 川普就会有一个名望大声 而且极有可能赢得连任 而且在这次谈判中 中方承诺有1.2万亿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不止其他商品 其他商品都没有算 就是农产品就有1.2万亿的购买量 但时间没说 多长时间 多大的时段 什么时候 现在还不清楚 具体还不清楚 但美方要求是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和具体的数量 那么这1.2万亿中方要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是支持美国的农业州 为什么要这么支持 就意味着支持川普的票仓 这就跟中共去年搞贸易报复的时候做法反过来做 去年中共搞贸易报复的时候 是针对川普的农业州 支持川普的农业州或者制造业大州去做文章 记录了川普 而且中共还去当地的地方买段报纸打广告 来抨击美国总统川普 说他是愚蠢 然后宣传中国的模式是世界上一个成功的模式 来宣传自己 抨击别人 就利用美国的新闻自由来兜售中共的那一套 当时是想拆川普的台 拆川普选举的台 以为那样拆台能够达到目标 结果失败了 川普勃然大怒 更加加码打这个关税战贸易战 结果中共现在反过来做 投其所好 投川普所好 那我就反过来支持你的农业州 支持你的制造业州 比如说汽车大降关税 相当于跟汽车业有关的制造业州 那么农产品大量的进购 相当于支持中西部的川普的票仓 反过来讨好川普 迎合川普 所以川普在这个方面有一个胜利 那就是他极有可能赢得总统连任的胜选 对习近平的他也有个胜利 习近平的胜利就是在国内的宣传战胜利 因为只要华为被松绑 中兴被松绑 孟晚舟获释 那中共就可以大肆庆祝 在宣传上可以说是压倒一切 尽管在整个贸易战场输了 整个贸易谈判中投降了 但是他会在国内大肆庆祝他的胜利 他可以分三阶段庆祝 第一阶段 本来说1月1号加税的 他弄了个拖延战术 赢得了90天谈判期 这是他第一个可以庆祝了 第二个可以庆祝的就是现在川普又在3月1号又延期了 中共又可以在国内宣布自己胜利了 新的拖延战术成功了 似乎美国不得不往后延 再一个他的宣传就是关于中兴 华为和孟晚舟 一旦这些问题被解决 中共在国内可以说是相当于是古月齐名 精神上的古月齐名 普大喜奔 或者喜大普奔 打着这个大操大败那要宣告大胜利了 所以这个是有助于 也就是说对习近平的时候有助于 他巩固他的党内的国内的地位或者权力 比如说他在这个3月 现在习近平那个刘鹤谈完了 回去了 回到中共马上就要开两会了 3月2号就要召开人大政协相继召开两会 召开之后在其中中美之间还会继续谈判 但是习近平可以说在两会上已经可以通过他所掌握的媒体 千百家的网站党报电视台 电台宣告他已经是个赢家 以胜利的姿态强势的姿态进入两会去开会 让在两会上通过一系列什么外商投资法等等这些法规来迎合美国 那天知道会不会执行 法规有没有效力 然后之后他又挟这么一个强势领导人的姿态 飞往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山庄 跟川普的杯展工商 要签署协议 达成一个胜利 所以在整个国内的宣传媒体上可以塑造了一个习近平是赢家的形象 然后有利于拱布他的地位 所以这就是川普和习近平各自所打的小算盘 关于各自的权利 但川普的权利是要通过竞选来连任 而习近平不是要通过竞选 是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宣传战来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而已 所以总之来说 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各自权位的加固 或者说是继续的掌权 所以这是个人的东西 那么这个回头来看的话实际上在中国国内 也有些人对习近平这个词异 我就看到网站上有不少的东西 中共也在极座山就是毛左派的说法 这个毛左派的说法就是说 刘后习近平这个谈判是卖国 甚至直接说是汉奸行为 骂得非常难听 是出卖经济主权 什么科技主权 发展主权等等 这个是毛左派站在旧有的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 当然他可以这么看 所以这个本身对习近平来说可以说是伏背受敌 就是说习近平这一派要欢庆胜利 借华为中兴和孟晚舟欢庆胜利 那还为时太早 而且这个毛左派或者是极左派 这个背后的加工仍然存在 所以说未必就能够高枕安眠 所以事态发展到这个时候 所以我就说千万不要 民主派自由派 坚决主张反击中共 坚决支持美国 也曾经一直支持川普打贸易战的这个民主派自由派 有失望这个绝对可以理解 连我本人都深感失望 但是也不要失望的太早 同样道理 反过来那些亲共的 或者是本身就是中共的那一个派 因为华为因为中兴 因为孟晚舟这些问题上好像美国总统松口了 甚至于有可能这个华为中兴不受限制了 这个孟晚舟被获释了 因此感到这个所谓胜利高兴 不要高兴得太早 这个还是那句话 谁笑到最后 谁笑得最好 而且关于中兴和华为的松绑 这个松绑其实在美国也是很难 孟晚舟获释是一个问题 中兴和华为能不能松绑是另外一个问题 首先美国政府不可能再用中兴和华为的产品 美国政府会排斥 奥巴马政府就排斥了 是世界上最早排斥 华为和中兴 中国这些高科技产品的政府 所有国家 美国政府是最先排斥 从2011年就开始了 所以说川普政府不可能 在政府层面 政府的项目上去接纳华为和中兴 政府层面 川普不可能接纳 那么只是说 他不会签署一个行政命令 而且禁止华为和中兴 反过来电讯商是不会接受 美国的大类电讯商上踢墨布那些 他们都已经拒绝了 是不是有的小的电讯商会使用华为中兴 这个不得而知 但是不要忘了美国的力量是制衡的 总统尽管是对华为中兴送一口气 但是参众两院国会民意代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 绝对不会对华为和中兴随意放他一马 因为这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 事关人类的未来 所以说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议员 主流派的议员仍然会在国会捷径所能 用他们的立法权和他们的民意授权 继续封杀华为和中兴 即便川普达成了一些协议 所以协议中也可能包括华为中兴也可能不提 但是在行政命令上不做 如果在中美双方的贸易协议中 提到了华为中兴孟晚舟的事情的话 我想国会会全力封杀 不会让这些相关的协议或者是法规 如果是需要通过国会的话 不会让他们通过 所以美国的民主力量仍然强大 三权分立 三权制衡跟中国不同 中国那边是一党专政 一人天下 定于一尊 他可以既可以硬也可以软 既可以号称爱国也可以暗中卖国 这都是有一个党一个人说了算 在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 民主制度让这些很难成形 所以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必须 整体的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有利于美国的安全 有利于美国人类的进步和未来 所以华为中心未必就能够 在美国轻易逃脱 轻易的进入美国的市场 他在其他国家能否进入 进入多少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当然 我说川普和习近平 各有一个胜利 川普的贸易战 贸易反击战 如果打赢签出一个历史性的协议 加固他的地位 有利于他连任的话 但是他会剩下一个问题 就是他连任之后 如何迫使中共去执行双方达成的贸易协议 会是一场可以说是难缠的持久战 而且川普两届任期之后 未来的美国政府是否能让这个协议得到执行 也是一个未知数 也是一个持久战 而对中共方面来说 习近平是否就胜利了 习近平巩固他的权位 但是这个协议在美国要求严厉核查 一旦违反就要随时提高关税 在有惩罚机制的前提下 中共不能够再占便宜 或者不容易再占便宜 不容易再超进道 不容易再转移美国的财富自肥 不容易再盗窃 不容易在市场上去搞不公平的竞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的经济将如何发展 是向上还是向下 向下的可能性极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 暂时巩固了习近平 面对经济的大衰退 面对整个宏观走向的不利 是否长远能巩固他的权力 这也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还是那句话 失望的不要失望的太早 高兴的不要高兴的太早 好 我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